哈喽大家好,我是依甫 最近呢,因为换工作整个生活变动很大 所以呢,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下景况 让大家知道依甫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啊 可能呢,大家都知道依甫换到台南工作了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呢 从面试到报道 这中间几个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面呢,我要完成 运动体检,整理完台北的房子 找到台南的新家 然后还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去台南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最后只收了常用的东西 一卡星以下就搬回高雄楼家住了 然后呢,我就开启了每天 起床盖起吃早餐 邀请他车赶火车 火车到长安再走半小时去公司 下班回家再翻过来一次 非常运动充足的上班日 然后呢,假日再赶回台北收东西 不管有收完没收完 反正你的礼拜天一定要回高雄 不然呢,明天就会赶不及打开上班 当然如果没收完 下星期就得再跑回台北一趟 这些事情中间 我要抽时间剪片 然后找台湾的房子 说实在话 我最近几乎都没有说过过 啊,然后唠叨叨这么多 我终于收到重点了 其实我是来请假的啦 从下星期开始呢 连两星期周三不更新 9月7号开始恢复正常 周日KK演唱更新不受影响 那就祝我早日早到台湾的房子吧 拜拜